许多人会喝咖啡,开启美好的一天,也有的人把咖啡当水喝,当心可能越喝越伤身。 医师指出,适量喝咖啡能预防糖尿病,心脏病,癌症,但过量喝咖啡,胃酸逆流,恐食道病变,癌化。 喝咖啡过量严重胃酸逆流,恐离癌。 肝胆肠胃科医师战医学指出,喝咖啡可以促进肠胃蠕动,帮助排便,减少便秘。 就能够降低大肠癌发生的几率。 也有研究显示,喝咖啡能够促进肠道内好菌的增加,减少糖尿病,心脏病,癌症的发生。 但以上好处的前提是适量的咖啡摄取。 战医学强调,若是过量饮用咖啡,咖啡中的咖啡因会使食道与胃的交接处奔门酷于肌松弛,增加胃酸逆流经过食道的风险,而导致胃食道逆流。 若长时间不注意,甚至有可能会造成食道病变,癌化。 另外,过量的咖啡因也可能造成心剂,血压升高。 一天建议的咖啡饮用量。 战医学表示,根据为福布公告,建议咖啡因每日摄取量在300毫克以下。 若是现煮咖啡,建议一天最多不要超过两杯。 一杯指的是约350cc。 可参考咖啡店标示出咖啡因含量。 红色,一杯含201毫克以上。 黄色,101-200毫克。 绿色,100毫克以下。 喝深烘焙咖啡减少胃酸分泌,但加牛奶不会。 战医学提醒,空腹喝咖啡会增加胃酸的分泌。 刺激黏膜。 若本身就有胃发炎,胃溃疡,会因此更不舒服。 甚至更严重,建议吃点东西后再喝咖啡会比较好。 若真需要咖啡因摄取,建议喝深烘焙咖啡。 因为深烘焙豆会有种特殊成分M-M-M-N-P能减少胃酸分泌,对胃造成的影响会比较少。 不少人喝咖啡会加牛奶,或选择喝拿铁,以为比较不刺激肠胃。 其实并非如此。 战医学说明,牛奶含有脂肪。 脂肪会使肠胃蠕动变慢,反而更容易不适。 另外,咖啡与牛奶一起喝,并不会增加钙质的吸收。 四种人少喝咖啡。 战医学提醒,孕妇,孩童。 心脏病患者,肠胃不好的人,应减少咖啡因摄取。 除了咖啡,乳、可乐、巧克力、茶叶,也都含有咖啡因。 另外,孕妇其实不用刻意去摄取低咖啡因的咖啡。 一般正常或减少摄取即可。 理由是低咖啡因烘焙制作过程中使用的二律甲烷,有可能产生身体不适的副作用。 感谢收看,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